馬上就要來登場的這一位 咖可以說是金曲獵人 她從出道到現在 南瓜了好多的獎項 最佳女歌手 最佳製作人 最佳作曲人 最佳編曲人 甚至是最佳樂團 她都拿過這些獎項 讓我們掌聲加尖叫 歡迎戴佩妮老師 Penny 老師好 佳佳老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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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藝圈這一片森林裡 我覺得我最想的動物是猴子 我希望未來能遇見在各個方面 都非常有辨識度的 未來華語的月潭之心 她其實個性很密碎 所以我覺得她來到這個節目 跟同學合作 我覺得這個同學來說 會是很有收穫的 重量級的表演 肯定也是可以對 學學人 極大的幫助 今天也跟您合作的是兩位 我們很優秀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是誰好不好 好 來請看 左手邊是陳夭 右手邊陳守恩 兩位這個陳佳仁 要來互相拼搏一下了 是啊 在練習過程當中 你有覺得誰的印象比較深刻嗎 其實兩個的印象都很深刻 昨天總裁的時候看到他們 這一兩個星期的養成這樣子 我滿壓抑的就是 我當初的一些建議 他們是真的有聽曲 然後做了一些改進 然後也提出一些新的 很有創意性的東西 那不如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練習的畫面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先試一個元Key 我在想好不好 先半個 都可以 但還不確定 我先回家了 可以啦快笑 高的你唱就好啦 低的我唱 我欣賞你只願不愧 只管好你的笑 臭醉 我欣賞的汗贼 先記得汗贼 為什麼習慣把副歌唱長 我欣賞你只言不悔 但情況你的笑唱嘴 對 唱太快都沒有辦法 有那麼多那個 欸啊 欸啊 不好意思 欸啊 為什麼要這麼多 陳漾給我感覺就是 可以運用吉他 就算去設計很多橋段 Vocal是有辨識度 只是可以在經過一些時間的考驗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更自然 更屬於陳漾的一個 聲音上的特質 我從不講究隨之幾乎 能為你同類 這樣半個給他 OK 心想你只言不悔 請關靠你的嘴 搞不好你在這樣半個 你的音質上會更不同 對我而言 搖滾不一定是要很高音或很刺 有不同的搖滾 所以要看你自己想要 呈現的辨識度是怎麼樣 我想說有沒有可能 有點我們在吵架感 感覺說 在罵你 在罵我那種感覺 對罵的地方就是 別輕易的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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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會不講的一些 今天遇到程康 確實有那個感覺 想法一直變動 一直變動 所以這一塊我還滿擔心的 我是金流桌 我比較實際 所以妳其實滿明確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滿明確的 只關好妳的小小醉 別輕易的喊嘴 每人的喊嘴 我從不講錯 隨之情無論為妳痛累 我很意外 他們會用這種方式表演 對啊 很厲害啊 可是我覺得我的比較酷 這首歌 我想要用個 不太一樣的表演方式 我想要演出來 我要做一個小小的場景 佩妮姐可能會過來 可能要幫助我 我會躲避她 到最後面的時候 佩妮姐對我伸出一隻手 把我拉出來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 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這種感覺 好 對 很有戲耶 怎麼辦 我沒有想到要小劇唱啊 好 回家睡覺 回家洗睡了 好 今天實際看到這個point 其實心裡有 已經開始有無數的指導說 我可以怎麼樣更好的 綁到其中一位 不停 我們會不會有這麼大 每久都要早點 快點 慢慢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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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